HOME 最新出的會是雙葉 看到嗎 停了 前後兩個葉子 正面看 看到嗎 前後兩個葉子 雙葉設計好像飛機的螺旋掌一樣 製造過更大的風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ay 現在我們沒有帶風扇在身上 其實已經不能夠做到很多活動 現在在日本 在這個場地 我經常都在戶外 我除了要帶遮蓋 一定要帶的就是小風扇 這些小風扇不可以少 只要準備好幾個 我新推出的風扇就是Yo Home Yo Home 它是最新出的 會是雙葉 看到嗎 停了 前後兩個葉子 正面看 看到 前後兩個葉子 雙葉設計好像飛機的螺旋掌一樣 製造過更大的風力 它可以免提 免提 如果把它勾了兩條繩在旁邊之後 掛在頸上 平時如果你不開的就是這樣 當然你不會不開 你掛在頸上 一定很熱 開了之後想吹自己 可能吹著向著自己 還可以向牛屈 調校角度 我覺得挺穩妥的 就是你可以再較短這條繩 更近一點 當然是吹自己就好很多 真的很熱 其實吹自己有幾樣東西 我覺得風扇仔很幫助 當然有時候你很熱的時候 那些涼風不是很冷 但是你可以吹乾一點汗 我真的整頸都是汗 吹乾一點汗 還有可以令自己 呼吸舒服很多 沒有那麼焗促 好像香港天氣 現在日本其實都說了 你看熱到 其實所有地方都反曬了 這個是一個很涼 我覺得這個風力是非常滿意的風扇 還有一個位置很有趣的 你看到這個可以拆出來的 因為有朋友不需要燈生扣 可以不用勾下去 這個是充滿的 但它會有這樣的勾 可以說是BB車 在BB車的上面的椅 通常是BB車的閃縫之後勾著 BB可以在下面有風吹著它 就會沒那麼熱 因為BB車本身也會發熱的 經常都無時無刻 風扇仔又是不能夠少得的 這個是今年夏天新出的 就會是Yo Home的一個手提風扇 剛才它屈起來 就好像我們面前一樣 這樣屈著吹自己 之外其實它可以放在桌子上 放在桌子上 我去日本我發覺很多冷氣都不夠 它們可能是有少許需要省電 它這個位置其實是一個直膠位 拍到這個直膠位 它是絕著的 如果放在桌子上 它是放在桌子上的風扇 可以這樣吹著自己 但是很多時候可以走 風扇會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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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不會走 因為它是有直膠捉著桌子 放在桌子上 它是不會到處走 這個風扇很乖乖的